這邊 大概不知道 因為我們是住在大道路的 我們是中國裡的 我們在大道路跟福德街的時候 我們當初有聯署 聯署書有大概每戶 每戶是一個代表 然後都有家裡的見話 有行動見話 有住職 那我們有聯署書 我們是贊同這個 在大道路跟福德街 他當初是蓋越高越好 因為你們在林口街 巴士像這邊可能 有什麼見閉力的問題 日照的問題跟福德街 這邊巴士像這邊可能有問題 你們把高樓大廈 盡量蓋到我們大道路跟福德街 因為我們這邊有聯署 每戶一個代表 有聯署我六百戶 連署書在那個桌上 那那個我們當初 也為什麼當初我們 也還有一個聯署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停車場 遊覽車為什麼 有時候你們既然有蓋了 這邊都是人的時候 那遊覽車都會停到我們福德街跟大道路 他不可能會停到巴士像 也不可能停到林口街 路那麼小 他一定停到我們大道路跟福德街 那怎麼辦 那我們當然希望他 有個遊覽車有個地方可以去 那我 那可能就是 我們當初也聯署說 也希望把遊覽車蓋到下面去 也希望把遊覽車蓋到下面去 不要停到我們林口福德街跟大道路 所以 所以你們就大概了解是說 你們所講的 但是我的意思說 你們拿那個什麼的 聯署 你們覺得你們不錯 對不對 少數福東多數嘛 拿聯署數出來嘛 對不對 我們大道路跟福德街 我們是中坡里 我們這邊當然 希望你們越蓋越高越好 為什麼 我剛剛所講的嘛 你們蓋這邊越高越好 以後 你這邊就像大馬路一樣 你這個大馬路 你這邊可以蓋三十樓 我對面到頭 你一樣可以蓋三十樓嘛 因為什麼 以後會想到 我以後房子 我要督更多問題嘛 對不對 那我希望你們大道路 越高越好嘛 所以 所以就是 以後 這個沒什麼好吵的啦 就是說 你們覺得 你們不要 在停車場也好 你們不要說把 這個房子 要把它變成公園 你們把聯署數拿出來嘛 我們大道路跟福德街 這是每戶 都有一個代表 都有加點電話 都有住宿 我的聯署數都在這邊 那你們覺得 不要蓋房子也可以啊 你不要蓋停車場也可以 一萬車也可以 你把聯署數拿出來 我們少數福東多數嘛 謝謝 你們是少數了 你聯署數拿出來嘛 你看 我住在這邊的人啦 不是住在這邊 你不要亂講話啦 你聯署數拿出來嘛 因為這是一個 這個 你不是住在這邊的人 你不要亂講話啦 都是綠黨的啦 吵什麼吵 但是我還是要請大家 現場的朋友 保持冷靜跟定性喔 因為 這個問題大家關心的 真的很多 那大家要 少數福東多數 都不要去講話啦 你在講什麼講 不是在裡面 不要那麼吵啦 那個書發言 在這邊齁 等一下 因為那個 那個 我可以做個發言 我覺得 這時候應該 外面出來 應該出來講話 剛剛那位先生 我想他 很希望他的 土地能夠 跟著能夠 跟著能夠爭執 這個 這個我們大家 心裡面大家都了解 可是 依照建築法 應該是 這個建篇的會農區 是不是他就 1比1這樣過來 我相信你們都是專家 建築系 故事計畫系 什麼系出來了 我本身也是 三十年前 五國一大學研究所 但是我 我都不講話為什麼 你們都懂嘛 我們今天在明 你們在關 應該要出來說話 讓他聊 讓這位先生了解 他的權利有多少 他盡量爭取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他就不會 他會比較不了解的情況 那我們盡量讓他了解之後 這也應該放給他 你們應該說話 不是我們說話 我說明一下 基本上因為旁邊是第三種住愛區 那他的見避率是45% 容積率是225% 那依照現在的法規 其實基本上如果依照免激容積的話 基本上大概蓋個七八成容 應該沒有問題 但是呢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這些老舊的房子 其實政府其實因為有這個耐震結構的問題 當然是希望鼓勵大家更新改建 所以呢依照我們的這個都市更新相關的法規 原則上都市更新的單元 是要2000平方公尺以上 你才可以去申請這個都市更新單元 但是如果說你臨界兩條計畫道的話 2000平方公尺會降低變1000平方公尺 那如果你的周邊的基地都已經合併 都已經建築完成 沒有合併的狀況的話 可能更新單元的這個規模還會再減少 但是呢都市更新 因為現在大家其實都不是自己持有土地 你的土地你其實是跟樓上樓下大家一起持分 所以都市更新其實是必須要大家有非常強烈的共識 才能夠去推動 那依照都市更新條例的這個獎勵的上限呢 它是1.5倍好就是1.5倍可是呢你的房子能不能充分得到這個1.5倍的部分還要看說你是不是有付出這些公益性的對價包含時程獎勵規模獎勵你的規劃設計是不是跟環境調和那就我們目前一般的都市更新案件的話呢它的最後的獎勵應該大概1.3到1.4之間所以這個這個部分可能要讓大家有有一個基本的了解那因為台北市政府呢為了鼓勵的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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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 所以我們要去勞舊公寓尤其是四五層樓的部分去做改建就是所謂的一瓶換一瓶的這個專案那因為其實我們大道路跟福德這些兩側的部分其實很多都是四五層的公寓大概都是民國57到民國63年之間蓋的我相信大家都應該很清楚那這個部分呢如果說你符合勞舊公寓的這個申請的規模就是基本上它也是要2000平方公尺這樣子的一個條件然後二分之一的這個住戶 還是持有的面積當然也還有二分之一以上的這個同意你可以申請老舊公寓的這個專案那它基本上它是從99年的8月2號一直到104年的8月1號截止就是現在103年等於還有一年半左右的時間好然後這個申請的話呢它基本上它的容積獎勵的上限呢就從1.5倍提高到2倍但是它還是以一瓶換一瓶為原則好所以這個是在改建權力 在改建權力上會有的這個差異但是如果你沒有整合到的話呢你自己這一棟自己要蓋你可能還是就是225的容積率所以不會是說旁邊蓋多少你就可以蓋多少那當然因為很多人可能還是會有連署 因為事實際上我們台北市政府也遇到很多人希望它的容積率225可以提高那當然公民跟團體都可以提出意見 只是我可能要跟大家報告這過往的20年來提高法定容積率的這個案件基本上除了簽建基地跟整建住宅那因為簽建基地它早年還有早年的背景的因素 所以它的基準容積率從225提高到250之外這20年來法定容積從來沒有提高的所以這個可能會 當然當然不過還是可以去爭取只是說我還是要很誠實的報告說這種狀況並不多然後剛剛那個有一位先生有問到說為什麼當初會規劃這個商業區的部分 最早的6.5公頃都是機關用地那因為市政府其實還是希望延續廣域的精神 就是說這邊本來是做一個社會福利設施的機能可是因為社會福利設施的這個機能它基本上它不是一個以賺錢為導向的 所以它在這個財務營運的部分它其實是必須要靠政府的人來編列預算來做一步 所以在95年就是在那個93年到95年之間在市政府內部的討論的時候就是希望說是不是畫一塊商業區 然後這個商業區跟這個社福跟公園一起來做一個BOT的案件 然後就是所以最後才會有大家所知道的博德就是希望它來開發這個商業區 然後它也幫我們蓋這個社福用地我們所需要的設施 那我們市政府就可以減少這個財政的負擔 所以它有這樣子的一個歷史的緣由 那現在的這個部分的這個BOT是不是還會走下去可能這個是市府內部再去做討論 那另外剛剛那個紫色維新的小姐有提到說這個分區有沒有可能再重新去做調整 這個部分因為事實上其實這些市有土地就是其實是全民集團 然後所以我還是一句話就是任何的這個公民跟團體都可以對這個土地表達意見 然後有更好的想法或更好的方案提出的時候 我們都會在這個兩級的都委會裡頭來做討論 所以最後可能也是要呼籲大家就是大家這個進入會場的時候 我們都有給大家一個書面的意見表 就是很多你們先講給我們這些就是就是市政府的這些代表 當然我們都會把它記下來 可是最後因為這個是進到審議階段的時候 是在都市計畫委員會 那如果大家願意的話 因為這是自身的環境自身的權利 那你願意用這個書面的方式把你的姓名跟地址把它寫下來 那五人會開會的時候就已經會通知各位到現場 然後也會讓各位登記發言 一樣是三分鐘讓你在現場表達你的意見 所以這個是這個是現在社會公民的這個權利 我們還是要做這個部分的一個提醒 那因為現在時間也比較晚了 我們是不是最後最後再 這個開會的程序我想跟大家說明一下 今天有發這個叫做人誠意見表 你們手上都有我講一下好不好 這個人誠意見表就是今天都發局他們來做說明會 他最重要的任務就是來跟大家說明 然後要來收集你們的意見 如果你在這邊講講講半天你就回去了 等於沒有講對不對 因為紀錄不可能完整 你自己寫 那你會寫的人 你可以 回家去慢慢寫 不會寫的人很簡單 下面簽名 寫上你的地址 有沒有 寫上你的地址簽名 然後你就在那裡寫 建議理由 你就寫 反對現在規劃 建議辦法 重新規劃 這樣會寫吧 可以嗎 可以 不要多你的意見 你話太多了 你講太多次了吧 好不好 那你為什麼不想贊成的意見呢 每個都三分鐘你講太多次 等一下我還可以再講嗎 對不對 這個東西你如果沒有寫 沒有交給都發局 都發局都委會開會的時候 不會通知你 你不會有發言的機會 所以如果大家未來有決定 大家有大量時間 你後面兩個再給後面的兩個人講 好不好 大家都已經知道了好不好 不要再鬧下去了 請你們用寫的 以上謝謝 還有 可以用寫的 可以用寫的 不好意思 我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 前面這位先生 他有加了一個什麼請願書 然後有那個簽名對不對 連署書 那個連署書 他的那個重要意義 對你們都發局是有多多 因為其實我們也有其他的意見 我們也沒有連署書 那是不是我們也要去簽個連署書 是這個意思嗎 你反對就反對連署書 這樣就贊成連署書 對了 我是問都發局 是不是我們也要這樣子 才有辦法有那個分量 然後那個意見才會被重視 謝謝 其實我剛剛這位先生他所提的 因為基本上其實他連署的範圍 都是在這個計畫範圍外 所以當然我們市政府 會收到這樣的意見 可是他其實不是在我們今天 這一個計畫範圍外 因為他要扣寬的是大道路 還有他希望旁邊的 變成商業局 這個部分 他其實跟我們中間 這一個區塊是沒有關係的 那在杜爾會神醫的這個過程中 不是誰的聲音大 或者是說誰的人數很多 因為還是 基本上委員會在神醫的時候 基本上進行的是用公平 客觀透明 然後 因為我們是從全城市 或者是說 就是 就是 權勢最大的利益 還有權力最大的利益 大家一起來做客觀理性的 那就很討論 所以我們不需要做我們的意見 需要用什麼連鎖書 然後用那樣子你們才會重視 但是還是 就像剛剛那位小姐講的 確實提供書面意見 因為 因為這樣子 你沒有提供你的地址 委員會要開會的時候 對他也不知道 他寄到哪裡去 當然委員會開會的時候 我跟大家報告 在我們台北市都是希望委員會的網站上 那因為委員會每個月開一次 所以呢 他會把每個月的議程 就是 偷在網站上 所以除非你每天去上網 你才會知道說 原來下禮拜要開會 可是如果你願意寫下來的時候 然後委員會要開會 他就會重視 OK 好 那最後一個 我們是不是就請里長 對對對 讓我講一下好不好 好 那你們現在的問題是